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高级别的就是最绝密的文件 在这个文件当中同样包括 所以这里面的故事呢 这篇文章的故事在探讨这个拜登的未来 以及在这件事情上看到了一个 看到另外一个身影就是川普 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自然的过程 那这篇评论是来自于 是一直是纽约邮报 对不起是这个纽约邮报的置顶的文章 妄图掩盖 一直试图保护跟掩盖拜登的东西呢 目前结束了 原因就是说拜登的整个任期 原因就是拜登的整个任期 整个任期即将结束 他的职业生涯 作为总统的职业生涯 遭受致命的威胁 那这里说遭到致命的威胁就是 拜登白宫在应对这件事情时 那一份极其不负责任的推诿 那一直是很大推诿 根本就OK我们都是最如何的 如何如何 然后拜登自己的用词同样是推诿 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对机密文件非常如何 这根本不是 那他那个文件就在我车库里 我车库都上锁的 那记者就那么嘲讽他 你车库真上锁 那当然我车库上锁 我车还在里头呢 我车不能放外 我那是1967年的巡洋舰 现在是2023年 1967年2023年 比你岁数都大 我那车比你岁数都大 开玩笑 那宝贝那个能不上锁 那是这个 这是今天的美国总统 对吧 这是今天的美国总统 这是从今天的美国总统 跟啥二似的 在今天的试图的生涯的危机的过程中 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去调战 调侃全美国人民 包括很多支持他的人 这是调侃 支持他的人 他也要以国家为借口 无论说他们多么的自私 对不对 那国家是个 是个是个一派 连习近平都要以国家为借口 更不用说他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道理 这是一个真正道理 在这样的一个道理的背景之下 替这个拜登说话 就是一直为拜登掩护的人 和打马虎眼的人 和沉默不语的人 当星期六昨天发现最新一批的时候 其实他没什么发现最新一批 那个很愚蠢 他星期四晚上 去向司法部的特别调查 特别检察官的人 去递交那一份 第三份的一份文件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又从哪儿 鸡脚盖栏 从厕所里 又找出午夜来 哪有这种事情 你谁家的文件 你们家 谁家的 说护照在哪儿呢 护照我扫三页 不可能啊 对不对 但这个糊涂冲 他不是 这可真不是糊涂冲 这是他真正的命运 他的命运 他的平常处理事情的态度 方式 就是这么干 就是这么干 那他就到这样 他今天去教堂做礼拜 去教堂在做礼拜的时候 还对一个小女孩 上官其冒 下官其刑呢 真的 这是他就在做礼拜的时候 在台子上 在舞台上 台上还干着呢 是哪报的 你为邮报报的是哪报 那我当时看 只是看 对不起 我看到 推特上 有他讲话那段视频 那实在看不了眼 对不对 实在看不了眼 他就这东西 他已经改不了 他改这 他就你说他管 他怎么管 他怎么管 对不对 你不让他看 不让他伸手去摸 不让他用鼻子闻 他晚上能死了 他这就是我说的 他就是这东西 我们跟大家在讲述这东西道理的时候 他哥你用词稍微闻名一点 闻你个大头鬼 怎么闻名 在我眼睛里他可能看就是妖精 我跟你说 妖精这词不闻名 对不对 梦想啊 梦想都很丰满的 现实极为骨感的 如果你愿意看身条的话 那骨感的现实的一切 如果你真的跟他 说这骨感好 能吓死你 人们自以为是的东西就是这么 我说的意思 当你没有能力 去面对现实的时候 只生活在自以为是的 那种狭小的感受当中的时候 你爱找谁找谁 对吧 因为这个世界 面对这样的真实的世界 你就是个失败者 你是个失败者 你要求去改变别人 像你梦想中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是这个世界当中的被淘汰者 因为你没有能力去面对真实 你没有能力去面对与你不同的 甚至与你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东西 你怎么能是一个 在这个社会中有个生存之地呢 我当然有了 有我自己的地方 那没错啊 绝对是啊 对不对 所以你就去自己的地方 所以现在为什么 人们的忧郁症很多 人们的忧郁种 是因为你不能接受别的东西 你也不愿意去接受别人的东西 你只想去找顺自己耳的东西 但现实不是这样 因为现实不是一个正常人的社会了 不是一个正常人的社会 他就表现出这东西 那这篇文章就在通篇 在指责拜登 拜登的所作所为 就促成了他的强 他的最强悍的支持者都远离他 所以就说闭嘴了 那拜登呢 因为拜登的释出 直接遭到了自己的威胁 而自己的威胁 在自己完全释出被威胁情况下 根本不停嘴不住手 照样胡说八道 所以就这样 当他一照样胡说八道 一这样的时候 他这篇文章里就提到说 那谁最谁谁真正是 结果是怎么样呢 结果就是川普再一次成为了最幸运中的人 川普在这种强力的魔鬼式的打压的背景之下 就是似乎没有生物的背景之下 结果魔鬼自己的外衣倒塌了 他不是个魔鬼 是个骗子 是个极端的骗子 一个极端的没用的骗子 所以川普立刻就成为了最幸运的人 那曾经在2016年 希拉里就是川普的垫脚石 那今天拜登成为了川普的垫脚石 那对川普的一切迫害 在拜登的今天所做所谓的垫脚石的背景之下 却成为了他的辉煌 成为了他的辉煌 成为了他的伟大 成为了他的真实 也成为了被神背书的一个独立的人 他不是一个团体 不是一个团体 那文章他讲的很长 他主要探讨这部分 所以拜登是他的垫脚石 加兰同样是川普的垫脚石 原因就是加兰在选择对待 如何对待拜登 如何对待川普的时候 本末倒置叫双层标准 所有人都看得见 连瞎子都可以看得见 连笼子都可以听得到 所以这就成为了故事 所以两位真正迫害他的人 拜登 司法部 成为了川普真正的未来的伟大的垫脚石 如果是那样的话 未来的伟大垫脚石 文章就讲了非常长 因为他讲的很细 那作为一个铺垫呢 就是西夫 西夫是原来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的主席 那当然他现在就不是了 对不对 那不是呢 今天呢 这个 今天麦凯西 昨天吧 今天 麦凯西强烈的抨击了西夫 昨天 说西夫 他一直在向美国人民撒谎 他作为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 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 是为国家服务的 不是为党派服务的 他却占据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的这么一个职位 一个权力的位置 去以欺诈的方式去打压政治对手 欺骗美国人民 而不是一次 不是两次 那个麦凯西就这么讲的 所以西夫今天说 那拜登藏机密文件会威胁到国家安全 那这就是一种抛弃 这是一种抛弃 我们也跟大家解释过 那可能民主党人会抛弃拜登 为了能够打压川普 这是他们自己想的 这是他们自己想的 天意是天意 很多人想生儿子你就生不了 对不对 说我能掐指头 你掐吧 你掐吧 把你十楼掐 手指头掐没了 都掐成肉棍都没用 对不对 人说我们有掐过 掐完之后行啊 我说句难听话 当你掐手指头 自己去算 去弄的时候 真正帮你算弄的 搞不好是小腰小鬼 胡荒白流 我不骗你 你掐完弄完之后 你掐完弄完之后 你那个儿子向你讨债 知道什么叫讨债 你知道什么叫讨债 对不对 讨债的 我们就说家里面家有个女儿 那女儿长得很 这么大 那妈要把这个女儿 要嫁给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样的人 然后那女儿长大了 对不对 回家给你带回 带回一漆骰子来 吃着黄绿青山子 带回什么样都有 开玩笑 女儿大了你管得了 这就是讨债 那如果不了解更多事实 我们就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这种可能 这是川普今天直接的表达 就是 对不起 他这里引用的是川普的 直接的表达 对拜登的行为 那而西夫则直接在ABC上说 如果我们要求情报界 对海湖庄园的档案进行评估 我们也应该对川普 对拜登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评估 西夫说他保留任何判断 就是他保留意见 为什么是11月2号发现东西 要拖到那么久才公布 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 他说这个我是另外一个说法 这都无所谓 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 对不对 那事情发生了 我做成了 偷鸡偷成了 谁也不会说自己是偷鸡的 是鸡跑过来的 不是我偷的 那因为他本来就要偷 你跟小偷讲的话 没有用 但是事实故事过来之后 我们就看到了 一波一波的厄运 将降临在左派的头上 我一直早就跟大家解释过 到年底 只要中国大陆发生事情的时候 美国就这么回事的 美国修正的过程 是制止他衰败的过程 那现在看到的故事 就是这样的故事 那你可以把它当成 是美国左派分裂变 我觉得你怎么说都可以 但他的真正的概念就是 大的事情出现在中国 人们将因意识形态 特别是被这些背离神的 没有丝毫道德约束的生命 他们将在大家 注目睽睽的背景之下 消失以尽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